以色列抗议人士在7号在以色列南部某地是放飞了黑黄双色气球 用以纪念新一轮的以哈冲突以来的这些遇难者以及尚未被解救的人质 抗议者就呼吁以色列举行大选 替换内塔尼亚乎政府并且呼吁解救被困的人质 在以色列南部村庄奥尔哈内尔抗议者当天是一共放飞了大约1500只的气球 纪念新一轮以哈冲突以来以色列方面的遇难者和人质 那根据抗议者介绍黑色气球象征着遇难者而黄色的气球 象征着仍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 数据显示在去年的10月7号遭哈马斯绑架的 约250名以色列以及外籍人士当中 仍然有大约120人有待解救或者是下落不明 埃及方面以及哈马斯6号称 哈马斯已经初步批准了美国提出的加沙分阶段停火方案